还是长话在说 这个星期如果天好 直接开着这个船直奔主题 去看哈台 这个大海王王可以靠近了 让大家看一看游战真面孔万事具备 日欠通风 今天阴天5月4号 五十万分风大下午 继续观看啊 到时候我会放在YouTube上 4号高速公路的车比晚上多了一倍 好像突然开始煽满了 就还是495号公路 我准备转到Gaddle State 我们这么多车啊 好像是处输了一样 基本上 因为这条路是从未到瓦巴尼泽机场的 昨天我开船看那个机场 上空没有康贱一下飞机 但是 之前你看这车倒多了一倍 因为现在全都陆续下水了 停车场啊 看看 车还不少啊 这就证明了 基本上开阔 这个停车呢 大部分都是这个 据说是修这个 拉瓜地机场 一个新的后驱驶驶驶 修了一年了 建呢 这建不是修啊 新的后驶驶驶 这个工具驶驶驶驶在扩大 就修在水边上 还把车停车吧 这个开工了呢 车就多了 我到码头看一眼啊 码头里船大部分 都没有听起来的 讲我看看 好像讲我一个人在这呢 这个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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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很严重 经历一个巨大的打击 第一次出海试航 机器一切良好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天气好 直奔主题去哈特埃伦揭开他神秘的面纱 想看的 请直接上我的YouTube 不想上 随意 谢谢